而封冰箱保有了阿美族传统酒酿文化智慧与酿造技术 为了传承并发扬 相公所是特别向圆明会争取 获得了200万余的经费补助 设置成为阿美族酿酒产业示范区计划 而透过了酿酒师的教导 让部落年轻一辈学习部落的酿酒记忆与文化意涵 进而一起传承发扬 打造属于封冰特色的地方亮点 经过六个小时的研习训练 来自部落的酒酿师傅 开心欢喜的从圆明会主委 一将把洛尔的手中接下了解业证书 七十多岁的酒酿师林文珠说 现在要把一生酒酿的绝学传授给下一代 可能我做的还不够 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做 他们说有去上课 这样好我去 平均年龄约七十岁的部落酒酿师傅们 家传的酒酿文化智慧与酿造技术无人披底 而现在有了酒酿文化推广中心平台后 更希望能在相关法令上能松绑放宽 让部落酒酿文化产业持续传承发扬不中断 因为之前我很早就有做这个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销售 因为我们会被卷取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我们的那个酒牌 让我们这个酒酿师才有机会去推销我们的作品 而随着部落文化认同意识的抬头 现在有更多部落青年 更乐于重新认识并学习 部落传统酒酿文化之外 也融入青年创意新思维 为传统酒酿增添新滋味 更符合大众口味 提升部落酒酿的市场竞争力 当初所提供的不一样 就是他可能是要加什么加什么 可是我们咬的时候是加错的 然后他意外的好喝 才衍生出这款酒 另外一款酒是我们自己尝试出来的 然后比较偏向饮料 那所以这个后座率会比较强 所以部落主人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喝这种的没关系 可是在对于外地人 我们需要有别的东西去辅佐他 让他变得更像饮料 更少人的酒感 让大家外地客可以去接受我们这边的酒 也不会就是希望在我们自己部落的空间 做一些推广我们自己的东西 封冰箱所为了不让阿美族酒酿文化产业中断 乃至于灭绝 特别向上争取获得圆明会2000万元的计划经费支持 透过了填调记录以及相关研习训练 保存祖先酒酿文化智慧 并且将封冰箱划设为阿美族酒酿产业示范区 打造属于封冰特色提防亮点 未来我们的市场会有更好的发展 也让我们的酿酒文化 酒酿文化做得更好 好不好 好 封冰箱率全国之先成为阿美族酒酿产业示范区 乡长江丽婷也感谢上级单位的支持与协助 未来透过新开幕的酒酿文化推广中心 除了推广教育部落酒酿文化 同时也作为部落文创产业旅游平台 提升部落文创旅游经济产业 记者石玉兰 封冰采访报道